这又做了一张新的 这边如果这个刮的这个颜料 你想要其他的颜色 可能要往里面加一些色胶 然后进行调和 它一定要调匀 如果调不匀的话 像那种地方 你刮上去之后 就是一条一条的 它不是一个整块的颜色 是不是颜色弄的有点多了 这么点个小花搞这么大 这么多颜色 好几遍了吗 没事 好几遍 好几遍 你刮三次遍了吗 这个图形大呀 这是我们要刮的图形 白色的就是镂空下去的 它镂空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会附着在这个 下面的这一张布上 这是一块画布 然后其他的蓝色的地方 这是一张网嘛 蓝色的地方 蓝色的地方被焦封死了 如果你在上面把这个颜料刮上去之后 这蓝色的地方就不透 白色的地方是透过去 一般那个衣服上呢 或者一些包装啊 都经常用的 然后 艺术作品 也经常使用 这算是板画类的一种 叫死亡版 后期我们会推出一些 这不是单颜色的吗 如果是多种颜色的话 它就能拼出来一张画 后期我们会推出这种视频 因为这个颜料是有厚度的 所以你在把它刮上去之后呢 可能不能让它太厚 还要把上面多余的那些颜料刮掉 这不行吧 你这么提个把底皮颜色带起来了 不行 但是我感觉这颜色应该下来了 嗯 你还是把上面这层颜色刮掉 对 那么的 已经收过好多厕所了 压压压压压压 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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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没印到 是不是不好往下下 是不是网太细了 网太细了吧 这多少木的 这应该是140的 这网太细了 应该不行 如果你还有一张网的话 跟这张网 这其他地方能对得上 就比如说这些 蓝的地方 就是最央的白的地方 能对得上吗 那就可以拼出来一个图形 它每次刮的都是单色的 所以做这个 单色的几种图案 拼到一起的比较好做 如果做过路色的话 它就不是特别好做 加热它如果有凸起的话 你下一层再印 也不好印了 对吧 木头 木头应该是木头 高的 木头 木头 啊 这个木树确实高 这是正面直接印屏的 之前用的时候是那个 里面的那个 没有这么粘稠 这个牙腰 牙腰特别稀 基本上从上面一走就下去了 但是你 木树再低的话 可能做不了网 八十应该差 八十能做吧 八十应该能做吧 嗯 嗯 几天啊 干这个 嗯 嗯 嗯 起来是吗 嗯 就是那个是吧 那个路就堵死了 嗯 就这样吧 就堵死了 不干就少了 嗯 你就先这样吧 嗯 OK 今天这个不是特别成功 只是印出来了 但没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 黑色凸起的效果 但是没出来这个效果 只是凸起了一点点 因为那个网的木树啊 太大了 它这个网的木树就是 木树越大 它中间的这个 缝织的这个网眼 就会越小 这样的话 颜色露出来的就越少 那我们做的这种工艺需要 木树稍微低一些 就是网眼大一些的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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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